海上巴窑族四海为家常年在海上漂泊 他们住在船上也在大海上高高架起房屋 以沙巴仙本纳为例 海上巴窑族有些依然沿袭传统过着游牧方式 但有些人则早已经定居于岸上 和当地人交融生活 然而民族意识和习性深入巴窑人的骨髓 让他们和现代脱节 因为漂泊的生活习性 常年流浪于不同国家的海域 国籍和权力划下的边界线 阻断了他们心中连通的海 束缚着巴窑人自由的灵魂 或许是民族的习性使然 又或者是制度条例的疏漏和不包容所致 许多巴窑人没有国籍 他们不属于哪个国家 只属于大海 海上巴窑族是南岛民族 萨玛巴窑族的15个分支之一 几百年来 这批海上牧民在苏鲁海域不渔为生 他们曾经自由穿梭于我国 菲律宾与印尼的国界之间 因为于他们而言 大海就是大海 所谓的边境是政权市墙 加注于大海 加注于人的主墙 比较沙标的地方 在沙标中的地方 比较沙标中的地方 而是平均沙标中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名字叫Bajalau 和Bajalau的中文文化 Bajalau 他们没有国籍 世世代代都在海洋上生存繁衍 他们过着最原始的生活 大部分都靠捕鱼为生 他们也被称为海上吉普赛人 是真正的四海为家 他们可能会在海中 海洋 海洋或其他 他们会在海中 所以有很多海洋 也会有很多海洋 所以他们会帮助他们 居无定所的生活 养成Bajalau族人的坚毅 和面对风浪的勇气 在21世纪的这一天 他们始终过着最原始的海上牧民生活 依海而生 为海而亡 走入他们的家 也就是一艘船 船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生活所需要的物品 比如汽油 煤气 吹锯等等 一应俱全 唯独不见科技的痕迹 没有电子设备 只有海浪拍打船身的浪声 和船只引擎的轰鸣 过来 过来 哎呀 多少 一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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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三百 哪里 没有 全部没有 这个 这个多少 这个全部 一个五十五 一个五十五 一百五一个 一百五一个 一百五一个这个 十块一个给你鲍鱼 十块一个给我鲍鱼 十块一个给我鲍鱼 两个三十块一个 两个三十块一个 两个三百五 旧一辈的八窑人 只通晓八窑化 而一些新生代为了生存 开始尝试用其他语言 简单沟通 比如 在尝试把捕获的海鲜 销售到岸上的时候 他们带着新鲜海鲜 在镇上兜售 卖到餐厅 度假村 但更常见的 就是直接和游客 来个博弈 卖个好价钱 换得一家大小 当日的丰盛一餐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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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在陆地上扎根生存 从海上移居到岛上的番西 一边造着船 一边诉说着生活的艰难 番西靠着捕鱼和卖鱼 一天最多只能赚取20令吉的微薄收入 他们的日常依然使用木材生活 一家最常吃的是木薯和鱼 最后还记得把鱼 如果是菜饭 如果没有钱后过去吃 如果不有钱 倒饱 就会捍鱼 如果不想保持 如果不再稳 就会死 当时在河川市道quest 现在已经有鱼 我们就会去 checkout 基本上是zus毕 Estamos取得金钱 不费给荣 鱼连来 先去找赑鱼 海上漂泊的生活 因为现实的巨浪而被迫搁浅 班西一家从海上漂泊到岛上 生活的浪却似乎并未止于岸边 来自海上的巴窑小孩 因为制度和程序的限制 却始终拿不到进入校园的通行证 在这座岛上 孩子和学校的距离是一门之隔 中文字幕提供了 教育或许是让海上巴谣族的下一代 有能力应对变化 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 这里曾经有过非政府组织 召集的义工教师团 来这边为这群孩童开班授课 但是2020年的一场世纪瘟疫 让计划暂时搁置到现在 面对语言的隔阂 生活的困顿 国籍的限制 巴谣人总是被剔除在体制之外 那他们能够遥望何方呢 当时在沙坡有很多沙坡 很多沙坡都拒绝了 所以我感觉到民主不担心 有一个沙坡的沙坡 有一个沙坡的沙坡 但他们也不让沙坡的沙坡 所以民主不担心 有一个沙坡的沙坡 然后我们把沙坡都拒绝了 然后我们把沙坡都拒绝了 让他们的沙坡 保护他们的沙坡 也就是简单 如果民主不担心 遥望着无边无际的海洋 有谁能在时代的强权炮火下 守护巴谣族人的安全和人权 这或许是徘徊于时代 和自由之间的巴谣人 如今最深刻的叩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